正常的饮食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至关重要 而且在我们中国 主食以大米和面食为主 我们大多数人每天的用餐次数 一般是一日三餐 如果饮食不正常 那将会影响我们身体的正常活动 对于成长阶段的孩子来说 脑危害更是严重 而国外就有一个神奇的女子 她坚持20年不吃饭只喝奶 那么她后来怎么样了呢 国外这个女子今年已有56岁 据了解她每天都是喝奶为生 而她最开始产生这种想法 是在她35岁的时候 女子在35岁的时候 为了保持自己的身材 因此她决定每天喝牛奶 如今她已经坚持了有20年 这让人不得不佩服她的毅力 当女子打开她家的冰箱时 里面满满都是牛奶 而且这些牛奶 并不是我们平时生活中的小品买 每一瓶都很大 这是因为女子每天需要喝的牛奶非常多 而且她每隔两三天就要去超市购置牛奶 每次去超市都要买一购物车的牛奶 虽说是牛奶是一种非常有营养的食品 但是每天只喝牛奶 也会导致人营养不胜 或者是营养的均衡 如今56岁的她尽管看起来身材保持得不错 但是脸色显然没有很多人好 所以说是世界上好吃的东西很多 但重点就是不能过度 如果过了那个度 那就有可能会带给人身体上的危害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 拜拜